各位編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豬仔要介紹今天第六隻的推介 這是一隻Casio Vintage 款 Casio Vintage 款 就是一個易晶太顯示 復古的系列 金色的樹脂錶殼 配搭了電鍋金色的 再加上不鏽鋼片 帶 黑色的電鍋 黑狀金 這款式我猜大家是Casio的標迷 就一定不會陌生 但很少見 街上通常都是銀色 配黑面或者是全金色 很少整隻是黑狀金 這個顏色會比較少見 這個顏色幾個月前 豬仔已經介紹過一次 但當時很多標迷都 趕不及看不及看不及買不到 豬仔今個星期就翻了貨 所以馬上介紹給大家 還有一些新的標迷 未看過豬仔這隻Casio Vintage 款的推介 這隻就是一隻黑盤白字的Casio 款 液晶體顯示 有個Like字 在這裡看到嗎 我們先看看 按著它 是一個燈 標盤顯示了 時分秒 星期月 星期日 星期和多少號 左下角有個Mode 看到嗎 Mode 按一下Mode 按一下Mode 就會到Alarm Alarm Alarm 就是腦中 接著 Stop Watch 順時 Start Stop Reset 再去 就是 教時間 這個就是教時間的Mode 教完之後按Papa就可以了 其實很容易操控 整隻標很容易操作 左邊有兩個按鈕 右邊有一個按鈕 一個復古系列的手錶 就是比較小 因為以前是輕boy尺寸的 這隻手錶屬於一個細裝 而且整隻手錶都是比較輕身的 只是說 這隻手錶做了防水 有30米的防水 好 試試戴上去給大家看看 它的尺寸是9.6mm的厚度 厚度只有9.6mm 而這個寬度 就是做了這個 三十八的 它寫 是不是 先看看 對不起 三十六寬度 然後 凹凹凹凹 就三十八的 好了 試試拼上手給大家看看 這隻手錶很貼手 很貼手 我猜很多錶迷都會對這隻錶不陌生 不過可能會少見 猪仔手上的顏色 黑狀金 好了 這隻錶就是 猪仔推介多少錢呢 CASIO的黑金色方塊 Vintage 有登制的 和上次幾個月前推介 一樣價錢的 348元 348元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可以 猪仔有五隻現貨 可以在錶題上找猪仔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猪仔 打給猪仔 告訴我你喜歡的手錶 想在佐敦電話 還是荔架電話 錶扣也有CASIO的Logo 也是一個自己去調節的錶扣 猪仔說過很多次 其實在這個洞裡 用螺絲筆拿起它 往前往後按下去就可以了 看看錶底 錶底是一個四顆螺絲系穩的錶底 做了拉絲的不鏽鋼底蓋 這隻錶是日本機心 中國組裝 反過來給大家看 一個金色的薯枝錶殼 電到金色的 看起來好像金屬一樣 最後給大家看看 有沒有錶迷喜歡猪仔推介 一隻CASIO的復古系列 猪仔很喜歡 這個CASIO方法的學習 因為始終它也是 我童年回憶 80年代的時候 這隻錶是很流行的 同學有這隻手錶 猪仔大了之後 當然擁有了 好 喜歡這隻錶迷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記得盡快找猪仔 猪仔有五隻現貨 好嗎 我們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個讚給猪仔 猪仔很努力地介紹不同類型的信標給你們 希望今天可以做到七條影片介紹給大家 這隻是第六隻的推介 好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